我們一說封的時候 我們最後那一天買東西來燒 誰知道來到之後已經開始封牆 然後我們變成這麼多年沒有燒過 那你說多久之前 應該是三年 政府放寬防疫限制 公眾燒烤爐解封的首個週末 石澳燒烤場早上已經相當熱鬧 開多些戶外活動給市民參加 起碼燒烤場大佬吐了三年才開 根本是很不對 應該不怕的 這裡是空曠的 這裡是空曠的 但有時候如果真的要種到鼻毛可鼻 我想這樣想 三針就打完了 都沒有辦法了 要種都沒有辦法 因為疫情前我們來過燒烤食 之後一個星期就封牢 都相隔太久了 所以要和家人來燒 會有這樣的考慮 但我們不是太害怕 我們未中過 但是個人衛生問題 而且這裡都害怕 我乘車不是更害怕 燒烤除了要有爐 食材都同樣重要 修技灣是市民前往石澳燒烤之前 其中一個購買物資的熱點 不少店舖的凍肉 以及燒烤用具都供應充足 用具都會有炭的 通常是 我們多買回來準備 但是似乎都很安靜 為什麼燒烤都沒有人 為什麼呢 今天一包都沒賣過 明天因為星期日 正式假期 那些人很多人來 或者今晚晚一點 有些人來 那些人來玩 有些人來玩 吃